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英國政界近日對於中國的態度漸趨強硬 他們分別就著涉及香港和台灣的議題 作出了一些表態 先講講香港 有七位前任的外交大臣共同聯署一封公開信 致行給現任的外相南韜文 叫他要敦促首相約翰遜 在國際社會之間就著香港的議題 是主導國際合作的 到底這七位前外相是哪些人 分別是來自保守黨的夏偉林、聶偉敬和侯俊偉 以及來自工黨的文禮斌、貝嘉晴、施重宏和歐盟 大家可以看到 聯署是跨黨派進行的 而且也不是小黨 而是大黨 是具有一定份量的 之前一直就著香港問題表態的 只有自由民主黨這個小黨 但現在挺港的議題 似乎已經成為了朝野之間的共識 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 都是取得了一致的表態 就是要在國際社會之間力挺香港的 這封聯署信到底是說什麼呢 這七位前外相認為 英國應該在G7峰會上推動成立一個國際聯絡組 去處理這次香港的港版國安法議題 而在90年代的時候 G7集團也曾經成立一個國際聯絡組 去應對巴爾幹半島危機 當時主要是討論波斯尼亞和科索玉的前途問題 這七位前外相指出 英國仍然對於香港人民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責任 有關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議題 在國際上已經有很多盟友對英國政府的立場馬首是瞻 而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太弱國 一定會被國際社會認為 有責任去主導和協調回應香港當前的危機 以及確保得到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的完整落散 這七位英國前外相的立場非常清晰 就是要求英國政府就住香港問題 要採取更加主動的做法 不像過往的23年一樣 一直處於一個非常被動的狀態 到底英國政府在過去的23年 有沒有就住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 和一國兩制的落實情況 採取什麼監督行動呢? 其實是有的 英國每半年就會發表一份叫做香港半年報告書 來總結一下在這半年以來 到底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甚至乎在最新的半年報告書當中 也有包括香港出現了警暴的問題 以及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受到蠶食 不過這份報告純粹是將香港當前的情況記錄在案 就算明知道香港發生了這些問題 英國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來糾正和防範以後再出現這些問題 而這七位前外上說得非常好的一點 就是英國對於香港 仍然是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責任 而這個責任至少要到2047年的6月30日才完結 因為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其中一方的太陽國 你是應該採取更加主動的措施 去確保得到這個聯合聲明是確切落實的 美國只不過是一個輔助 因為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國的不是美國 而是你英國 美國只能夠在他國內的香港政策法範疇做事 英國到底在過去23年做什麼 似乎好像運運惡惡 當然英國近來已經對香港問題 採取了近23年以來最主動的做法 不斷為香港的問題發聲 甚至乎打算給予BNO護照持有人更多的權利 而這個很明顯 也是美國向英國直接施壓的結果 因為美英雙方目前就著貿易協定 仍然在談判階段當中 所以美國就可以利用這個籌碼向英國施壓 當然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太陽國 他是有權採取更加主動的措施 仍然他提出了這些建議 未必是真正能夠落實也好 但是起碼在國際社會當中 是能夠引起關注的 因為你才是太陽國 美國不是太陽國 比如說在G7峰會當中 你英國如果將香港的議題 擺上這個議程的時候 就可以迫使得到 除了美國之外的另外五個國家 是再不能夠逃避香港的議題 若然在G7峰會裡面獲得了共識的話 更加可以更好地去監察 這個一國兩制和中英聯合聲明 在香港落實的情況 仍然在英國目前來說 國勢似乎都大不如前 但是這些是不要緊的 因為你才是太陽國 你才有一個更加主動的空間去做更多事情 其他國家從來都只能夠從旁協助 如果英國不出手的話 基本上其他國家都只是唐邊學 好話不好聽 所以為什麼英國在香港的議題上 這麼重要就是這個意思 就算說香港半年報告書 出來沒有牙力也好 特區政府周時都會回應你的 可以反映到一件事 就是你始終作為前宗主國 你是有一定的份量的 你是不能夠完全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 另外對於台灣方面 根據英國的一份小報 叫做Sunday Express 即周日快報的報道 他們引述了一個叫做獨家消息 就說英國有些內閣成員 正在考慮如何進一步支持台灣 甚至有可能在未來的五年之內 挑戰北京 正式承認台灣的主權 他們引述這個內閣成員說 如果中國繼續目前這種發展的路線 英國最終會決定承認台灣 並且加入其他國家的行列 透過軍事手段去捍衛台灣 也不需要感到驚訝 至於執政保守黨的高層 對於力挺台灣也是樂見其成 我又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因為這份是英國小報 到底它的可信性和公信力有多高呢? 始終當然是不及大報 例如太陽時報等等 但我覺得這個起碼都是一家之言 比如說在之前的BNO護照議題上 首先傳出消息說英國政府正在考慮 擴大BNO護照持有人權利 也是小報 故此小報也不是完全不信 當然也不能夠盡信 接下來周日快報就開始引述一些具名的消息 這些有實際性名的肯定是可信 因為若然人家沒有說過這番話 肯定就會去炒蟹 他們引述了一位夏議院議員 Andrew Walshendell 的說法 他說 英國長年以來對待台灣的方式相當可恥 英國不能夠被中共政權攻擊和控制台灣 因為台灣是東亞的西方民主燈塔 英國和盟友必須加以捍衛 另一位議員Andrew Bridgen 說 英中關係正在轉變當中 挺台的聲浪也隨之而改變 這份報道引述一些英國專家所說 英國政府可能在五年之內 正式承認台灣的主權 但是在採取核選項之前 英國還有很多方法去挺台 例如賦予台灣駐英國的代表完整的外交地位 運用英國在南太平洋的外交實力 抗衡中國的擴張 並且支持台灣的主權 這裏相信就是中華民國僅剩的15個邦交國當中 有幾個是位於太平洋的賭國 那就是無非要幫中華民國馬實這些賭國 實際上美國的台北法案也是有類似的功效 他就是要馬實中華民國在加勒比海的幾個所謂的邦交國 現在英國也是採取類似的措施 而且英國還可以在國際組織裡 幫助台灣擁有獨立的聲音 例如在世衛大會當中爭取一個觀察員的議席 這件事往事都在做 除了這些方法之外 還有什麼挺台的形式呢? 根據這篇報導所說 在台灣總統大選三個禮拜之前 蔡英文曾經向英國官方訪問團表達過 希望英國提供潛艦的零件 目前英國可能會考慮回應台灣方面的請求 當然這就是令到英台關係進一步提升 如果真的答應這個請求 那為什麼英國會對台灣方面有這麼大的態度上的轉變呢? 這也是美國的施壓 很明顯就是 因為英國現在所提倡的東西 其實就是跟美國那一條的台北法案裡面 那些框架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可以反映到什麼呢? 就是反映到英國真的正式歸隊 如果英國就著香港和台灣的議題 真的好像他所提倡的那樣去行進的話 那就可以反映得出 英國早就已經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作出了一個抉擇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